就是位于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外的角楼咖啡 各位吃货小主 从此您无需进宫 只要动动您那腿走到角楼 就能享用皇家咖啡了 这我也听说了 咱们今来带大家会去看一看吧 现在您在屏幕上看到的 就是位于神武门外 西侧城墙脚下的故宫咖啡厅 这咖啡厅设置了19张桌子 是啊 其中贴着城墙根摆着8张桌子 室内有11桌 在此之前 这里一直是故宫的办公用房 现在布置的满满中国风 既然是故宫咖啡厅 那饮品肯定很不同 在这您能喝到养心咖啡 在这还有康熙爷最爱巧克力 还有三千加粒奶茶 还有一季红尘非子孝 这是什么呀 荔枝红茶 荔枝红茶 这个想尝尝 确实因为每一样都透着宫味 除了饮品之外还有甜点 最受欢迎的一款甜点叫做千里江山卷 这不敢有 我怕那坑撑一口整个江山都痕在嘴里了 我倒是挺想去尝试尝试的 你想啊可以贴着紫禁城的城墙根 捧上一杯康熙最爱巧克力 抬眼望去千里江山卷 尽收眼底 哇那一个字就是赞啊 康熙的巧克力 千江山的那个卷 跟你有一样想法的人特别多 短短几天的故宫 故宫的角楼咖啡呢 俨然变成了网红打卡地 不少网友是慕名而来 背着单反戴着自拍杆 只为感受一下这氛围 有记者计算了一下 仅仅在上午10点到11点半 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 顾客就超过150人 而当11点钟千里江山卷上架的时候 更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呀 我看网上有网友调侃 咱们卖咖啡 你们卖咖啡 康熙知道吗 乾隆知道吗 光确知道吗 他们几个都知道了 是不是得问咖啡是什么 为什么不卖朕最爱的茶呢 有茶呀 那不是有三千加粒奶茶吗 奶茶呀 应该也是皇帝您的最爱吧 当然你知道 对于这个问题呢 有网友分析说 因为现在故宫的粉丝 有很多年轻人嘛 所以咖啡这个定位 应该会更适合一些 但其实人家也卖茶 喜欢的游客呢 可以试试 过去呢 说到故宫 我们会说 这个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好的皇家园林 是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文化名片 现在呢 说到故宫 我们还能够想到这个傲娇高冷的宫廷猫 拔气十足的潮桌耳机 化身网红的古代帝王 虽然说即将迎来六百岁的生日 但是我们的故宫呢 真的不老 不仅不老 还很新潮 很有范 叫文创卖萌 负责赚钱养家 微薄矜持负责貌美如花 相信我们的故宫啊 一定会越来越红 符合全世界游客的芳心 好想来一杯康熙最爱巧克力啊